各位朋友,我現在就是在製藍教會 見到王春生牧師的 就想跟他聊幾句 大家看看有什麼值得留意的地方 大家收看,多謝 這就是說 我們的守住在這邊的生活現在的情況 他們有落腳的地方 現在香港的朋友,我都說他們是來台的喘息 因為很多人都回去香港 可能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是因為擔心害怕 現在大部分的人都回香港比較多 那有些是真的有被控這個檢控的原因 或者是可能會被控包裝罪 所以他們就留在台灣 大部分都是我們第一優先都安排去學校去就讀為主吧 年輕的那些 年輕的,希望他留在台灣去就讀這樣 那工作有沒有一些是安排了 工作現在還沒有辦法工作 為什麼?就是說 他們現在是來台灣是停留 那經過三階段的審查 才能夠拿到居留 所以這個三階段大概需要半年 那最近應該有幾個審查已經快要開始了 應該是沒問題啦 我據我了解是審查不會有問題 那剛好這次選舉支持民主自由價值的蔡總統也連任 所以我們大家都很有信心 那目前他們我們就有提供生活費 住宿費協助他們去醫療 大概是目前的情況是這樣 那就是說留在台灣的現在的人不多 就以你接觸到的 因為不同的單位在協助 所以留在我們這邊的大概二三十個人 那其他的地方可能有不知道 那個要和其他NGO協助 因為我們基本上不會去登陸他的名字 就是讓他們非常自由的 能夠很安全的為主 對對對 如果他們在台灣的話 其實這個安全問題 我也很關心 就是他們在台灣的話 有沒有得到什麼保護 安全上是都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在學校 那如果他們是自己 他的房屋津貼住在外面 我們都會去看過 一切都是以安全為原則 對對 那台灣其實治安環境其實也不錯 對 那台灣人也滿好客熱情的 所以這方面他們 有什麼事情他們都會再過來 對對 也會過來再找我們 平常我們不會去找他 那現在快過年了 我們就會辦一個團圓 邀請他們一起來吃團圓飯 那香港人說 歷史 就是在說紅包 紅包 對我們就有 也預備了紅包給他們 過個好年 對 那那些如果需要工作的朋友呢 有沒有可以能夠安排到他們工作 還是在台灣 如果還沒有入籍的話呢 是做不了 對 還沒有入籍是沒有辦法 但是基本上就是從停留到居留 確認以後就OK了 就沒問題 對 那現在還在下一階段 大概先這樣 那變成就還 如果沒有工作的話 他們就只能夠 在家裡啊 或參與一些什麼活動 他們就當義工啊 什麼的 當義工啊 好等一下 好 那行 黃牧師是很忙 那個先到此為止 好謝謝 謝謝 好謝謝 那剛才呢 就是訪問了 黃秋生 黃春生牧師 那他呢 大家都聽到了 那我不知道 觀眾裏面有沒有些 聽普通話有問題 那我 或者可以 重複一下 就是這個 他呢 就說 香港的 留在台灣的共產者 他所接觸到的 只有二十多個人 現在目前 就是留在這裡 那有些呢 就安排了就學啦 有些呢 安排了 就是 做義工啦 那他們是不能做事的 才能夠做義工的 那 那 那 這一個 還有呢 就是說呢 他們會 盡量去協助他們 幫助他們 那 在安全方面呢 他們又說沒有問題的 那 說在 台灣 讀書的 在學校裡面 是絕對安全 那 那在外面那些呢 他們都會互相照顧 或者去 看護他們的 那 所以呢 大家就放心啦 那 那 這個 他說呢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其他 就是 協助香港 這個抗爭者的地方 他是 跟他們呢 是 不是很 有聯繫 那 不知道他們到底是 目前是有多少人 是在台灣 那 總數有多少 其實他都可能 不是很清楚的 那 就 也都 他說不會公開 公開一些 抗爭者的資料啊 姓名啊 那 為了 保護他們 那 大概那個 內容就是 這麼多了 那 這個就是 在 台北的 中正區 中山南路 三號的濟南教會 那 帶大家去教會那裡 最後啦 飯後甜品 帶大家進去教會那裡 看一看 那 這個呢 就是教會的 大門口 那 那 裏面 都很漂亮的 裏面 我們在網上看到的那些 圖片呢 是很漂亮的 那現在是現實 帶大家去現實的環境 你看一下啦 那 就是這樣的 那 有成 四排座位的 最左一排 第二排 那邊第三 還有最右那裡 還有一排 第四排 總共是 四排座位 嗯 那 就 嗯 現在呢 就好像是 是不是可能有第二場的 報道的 諸一崇拜 那 之前已經有一幫 年紀大的人呢 是 做了 一個崇拜 是 走了 那 他們說 他們是 年輕的 和年紀大的 是分開來聚會的 那 看看這個 教堂的 頂部 拱形的 上面是 有一些木 是 木板是 就是 貼在上面 的 現在有講者 在上台說 到了 謝謝 謝謝 現在是 剛剛好 有個聚會 開始了 那 我就 就是 我也是 幾個徒之一 不過呢 很久沒有回教會了 那 現在呢 趁著這個機會呢 就是 在這裏 做個 崇拜 那 這條片 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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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